第二个故事就是说 常常我们的祖先甚至父母的爸爸妈妈 当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说 不要去折着那些彩虹 不要用手笔 我们的爸爸妈妈祖先讲说 当你去比彩虹的时候 手指头可能会弄断 可能会弄弯 我们的爸爸妈妈祖先讲说 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祖先讲说 当你去比彩虹的时候 手指头可能会弄断 那因为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 那个彩虹桥里面 我们的祖先他走在里面 往那边去 因为另一端有我们的祖先在等他们 但是在走那个彩虹桥的祖先 他们的心地是非常的善良 然后他们是绝对不会做坏事的 才可以走那个彩虹桥道 彩虹桥的对岸那边去 如果说专门做坏事 就是三人放火的族人呢 他可能就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他就会掉下来 那因为彩虹桥的底下 有一大片湖 那有很多 这个像恶龙啊各方面的一些魔鬼呢 就在底下等那些不好的人 我会想教会现在一直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去做好事 然后以后的时候 可能我们必须要到天国去 意思是一样的 那不经验的吗 还有这些人 好就先暂时到这边 到这边告一个观论的话